Hello 又是我阿Joe 較早前跟大家介紹過 日本品牌Oakamora的Stella學習椅子 非常之受歡迎 有很多人都來問我們 小朋友究竟不同身高應該怎樣調整椅子 今天我們邀請了兩位小朋友不同身高 跟大家示範一下 兩位小朋友 接下來升二年級的Yannis 身高有130cm 接下來升KV的Bella 身高110cm 在示範兩位不同高度應該怎樣調整椅子 首先邀請Yannis Bella麻煩你在一邊休息一下 Yannis的身高大概是130cm 我們將腳踏調到120-150cm 中間大概130cm左右 讓她的腳踏得舒服一點 另外一個重要的地方就是座心 我們都會跟她的身高調整 你可以看到我們其實椅子也有黑度 所以也不會太困難 調整一下130cm 這樣會讓她坐得舒服一點 我們現在可以叫Yannis來試試一下 你可以看到我們調整之後 她的背部可以完全捱到背部 做到90度角 腳踏也可以踩到腳踏 不需要調整的 手掌也跟桌面差不多 做到幾個90度的效果 她就會坐得舒服一點 坐得舒服來計算 當然會令她可以專心一點 做事也會做快一點 另外她的這張椅子還有一個好處 是她有爪地效果 我們一旦有人坐下去 其實那椅子就變身變爪地 就不會一推 那張椅子就動得很厲害 移來移去的樣子 這樣就可以讓她坐得專心一點 方便一點 我們看到她現在是坐得很好的 所以我們要椅子 也會遷就桌面高度 看看她的身高 我們可以升高一點 或者降低一點 遷就我們家裡的書桌高度 遷就他們 接著我們可以邀請Bella來試試 好了,Yanis 麻煩你 好,Bella 你看到這張第二張椅子 我們是另一隻物料 剛才那一隻是PVC皮面 這隻就會是Flapper布面 我會是兩隻物料 有不同顏色的 到時又可以來看看 Bella身高比較矮一點 所以我們腳踏就會調到最高 就是這一格 讓她容易一點坐到 那座心也是一樣 我們會遷就她 身高調到最淺的 讓她會捱到背部 Bella過來可以坐一坐 先坐一坐 你可以看到她可以很舒服地捱到背部 之外腳也可以踩到腳踏 Bella身高矮一點 我們就要升高小張椅子 令同樣桌上就差不多高度 腳的手肘就會適合桌面 也是做90度的效果 讓她坐得舒服一點 這個椅子還有一個很好的功能 大家都最喜歡的 就是有一個鎖 這個就是鎖住一個自轉功能 這個自轉功能 如果不鎖住 小朋友有時做功課 就不自覺會轉來轉去 鎖住它的話 她就可以專心坐在這裏 做功課做快一點 正確的助育 讓她坐得舒服 可以專心一點 坐久一點也不客氣 大家可以帶小朋友 來我們店鋪試一試一下 選擇顏色 看看她們喜歡哪一款 拜拜 拜拜